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是2022年7月27号的这个下午的这个时候啊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虎啸人生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那么相信能够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人呢 应该是渡过难关了 应该呢你们是有电了 应该呢你们的网络是恢复了 大家才能够看到 今天大马真的是出大事啊 真的是完全无预警 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个情况啊 大家大概我们在基隆坡这里呢 中午12点半的时候呢 就大停电了 一般上呢停电呢几分钟不了啦 我们这里很快的就恢复 但是不能恢复哦 然后呢 哇我们的那个手机信号啊 那个网络啊 完全没有哦 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呢 非常严重了 因为这次是 他这种停电听到很夸张的那种啊 所有的那个GP台啊 那个信号台啊 应该全部也是没有电啊 就完全瘫痪 完完全全过回原始人的时代 一个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那个时代啊 只能够在那边呢 静坐啊 阿弥陀佛啊 乘梁啊 只能够做这些东西咯 那个所有的工作呢都不能做了 那个马路上呢 交通灯呢通通没有 弯成一招招 所有的shopping mall呢 弯成一招招 那个机场也没有电 KLCC也没有电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有多严重了啊所以呢 又多一个东西了啦 大马人呢 与病毒共存 与诈骗共存 与盗款共存 与通货膨胀共存 与那个犯罪共存 现在要多一个东西了 还有那个与水灾共存 现在要多一个了 与停电共存 他这次坏到这样严重呢 不知道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这样子啊 哎呀是不是你要起价 你要涨价 要不甘愿 就是没有给你起价 啊 你就 搞成这个样子是不是 好了来我们看新闻 新闻非常非常多啊 跟你讲停电 也就算了没有什么可怕 但是你 所有的我们的那个网络 手机信号呢 完全没有电话一个都打不出去的时候呢 那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啊 因为有些台可以有些台不可以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总是 几乎我的手机 我的台几乎是完全没有线的 因为我用的那个台是 大马数一数二的 最好的那个品牌 结果我今天啊 真的是听到啊 啊 Apple boom 打到一点点都 上不到完啊 电话打都打不出去啊 跟你讲的 知道 多严重多可怕 他就 完完从从这两个小时呢 过回原始人的那个生活啊 就是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港部 所以 今天呢 是全国多地大停电 新闻陆续出来很多地方啊 啊 原本 一开始我听说是我们这里 KL薛龙地区 后来听说 各地都有啊 日兰丹啊 北海啊 吉达那个 宋爱普塔尼啊 关丹啊 福隆啊 马六甲都有啊 到处都有啊 那么KL就很严重啊 今天是 重要的那个 三盘日嘛 OK 那么那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 星期三的日子呢 哎呀 要工作工作到 突然间 烂松 什么都不可以做 完全就消失 啊那个 很多那个外地 你们没有停电的地方 那些老板打来 哎人呢 就什么 那个整个人失联啊 要不要报警啊 为什么 刚才讲的 为什么我 今天讲 讲12点 还会那个人完全消失 消失到无影无踪 就是给人抓去 给人丢进盒里面 啊 后来后来才 他们才知道 哇原来这个雪龙大停电 听到这么夸张 所以完全没有交通灯啊 达交通大乱了 所以这个时候 幸亏没有在外面 在外面就够力了 听讲了 啊 雪龙一旦没有交通灯呢 就非常惨了 然后做生意的不用讲了 完全 笨到完 你在山场里面 我跟你讲 你就是惨 啊如果在电梯里面 你就知道做惨了 哎 啊 啊那个LRT呢 没有电了 我们LRT是走电的 现在没有电了 啊 OK 然后那个KLCC呢 也是突然间停了 啊 那KLCC一停 大家就知道多严重了 然后 飞机场也停了 那KLIA也停了 啊 KLIA都会停电了 你知道多严重了 啊这个机场是不可以停电的吗 机场也没有电了 完全 那个电都没有来 啊多夸张啊 啊也有人讲 是那个 这里 弹江的那个 啊 Transformer呢 那个断了大概一到三个小时 结果确实是 啊我们接近三点的时候 下午三点的时候才 恢复 然后我们也陆续看到了 关灯文冬啊 这些 都停了 OK 很多地方都停了 宋爱普达尼呢 也是停了 北海北马也是停 基本上呢整个西马 好像到处都在停了 OK 所以 除了雪龙地区 我们这里大概到三个两个 三个小时 这样子其他地方呢 基本上呢都已经恢复了 OK 所以 全国多地无预警停电呢 目前TMB假设正在 鉴定停电原因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这么严重 如此严重的 一次的那个停电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那上次水灾 我们现在与水灾共存 现在我们有心理准备 知道会与水灾共存 大家心里有点准备了 那现在这样子电呢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完全没有任何的standby呢 他会这样子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 没有想到呢 今天呢就发生给你看了 他一下子呢 全部乱到完了 全部 暗到 英文叫blackout 全部是blackout 全部是乱到完了 所以这个虎年啊 这个虎年的大马呢 真的是多灾多难啊 现在没有想到呢 电也要来这样搞啊 而且这次停电 我刚才就讲了 听到太夸张了 听到所有的那些台啊 信号台啊 全部也都没有电啊 也没有办法有电啊 所以他所有手机都瘫痪了 所以你这时候发生 Emergency啊 你根本打不出啊 人家讲说 你发生意外啊 Emergency啊 还打出 现在完全 那个整个完全 完全没有掉啊 发生事情 都打不到紧急的话 都不懂怎样求救啊 我跟你讲啊 就是完完全全的 好像发生战争啊 和子弹爆炸啊 这样子 完全消失 就是我们 这两个小时 完全在这个世界当中 消失掉 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体验呢 真的是 我觉得也是很好啦 所以 以后呢 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了 以后大马可能会 时常发生这种事情 呃 彻彻底 还文 纯纯什么东西 消失到完 啊 所以 大家的地方呢 是不是 都停电了 所以刚才停电的时候呢 大家 过得怎样呢 然后这个停电呢 它的原因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然后所造成的损失呢 虽然短短几个小时啦 但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 在这个weekday呢 这个时候来停电呢 估计这个损失呢 也是 没有办法讲的 所以你看 大马呢 现在真的是 白孔千川 什么东西能坏 他都坏 现在tnb这一次这样子坏下去呢 不知道以后他会不会继续坏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坏了之后呢 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坏的 啊 所以呢 是不是大家要 要与停电共存呢 啊 到时他没有办法咯 他一定要 涨电费咯 他一定要更多钱来 修理咯 更多钱来换那个 他spares part咯 那现在spares part又找不到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真的很麻烦啊 也许吧 也许 老天爷要我们回归 那个原始人的 时代 感受一下呢 完全没有网络 完全没有电的 那个时代 完全与大自然 统在的那个时代 也许吧 是不是 好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我们当时讲到这里 那么请大家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